戶国神山台积电今天再度发位 在好几家外资调高目标价的激励之下 股价是开高也走高 盘中还一度涨到了387元 让市值正式突破了10兆元的大关 也写下了台股的新记录 同时带领大盘飙涨了223点 再创30年来的新高 涨 涨 涨不停 台积电真的没有极限 21日股价开高 走高 气势如虹 盘中更冲到387元 再创历史新高价 市值突破10兆元大关 写下台股新记录 而台积电走高更推升台股大盘指数 早盘一度大涨超过240点 一举突破12400点大关 即使尾盘稍微震荡 但最后依旧强涨223点 收在12397点 再创30年新高 如果来看的话大概是6位数 那既然是长线 当然现在不出啊 当然是看好它就继续放着 股民开心赚宝宝 因为台股最近实在太旺 加上台积电法说 营运展望强劲 外资纷纷喊话台积电目标价400元 也清点相关半导体厂商 包括环球金 联发科 都纳入优先买进清单 更将环球金推测 合理股价调升到577元 联发科则是喊出700元 成为台股行情的左右护法 短线上以基期来说的话 的确这个矽晶元 它近期的一个补涨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态势是可以正面线的一个期待 这些龙头股以近期来讲的话 因为市场上的一个热钱效应 都会锁定这些 职优的一个大型全职股 台股走势强强棍 而高人气ETF0050也不遑多让 21日出息0.7元 一开盘就立马填息 不但让17万名投资人股息价差两头赚 也是0050连续三年 在7月出息一日秒填息的目标 全都打正 但是联发科前阵子买 但是我很快就卖掉 我有点后悔 资金行情带动下台股涨势不断 分析师看好下一波目标 将直接挑战历史高点 一万两千六百八十二 本自然交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